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來目翠頻道 上部影片如果大家有看 就應該不難發現 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商品了 對 我今天就是要分享一個很好用的棒稱 首先呢 我先感謝米克斯庫贊助的這台棒稱 讓我做體驗齁 那麼老實說呢 當我收到這台棒稱的時候 我真的有經驗到 各位 這一個棒稱的設計 還有質感 還有他們的棒稱大小 完完全全都是我的菜 真的 非常的喜歡 那他們棒稱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他們有一個抗壓抗碰撞的功能 那麼什麼是抗壓抗碰撞呢 來各位看一下 各位 各位 他們的螢幕可以做收納 那所以 抗壓抗碰撞的意思就是這樣呢 當我們的螢幕收納起來 它上面這個 是可以去壓它的 我們不用擔心 壓到壞掉 那抗碰撞呢 當我們螢幕收起來 它是可以去碰撞 沒有問題 這樣子呢 讓我們在攜帶上 我認為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因為我們就不用去擔心說 欸我們棒稱收納的不好啊 會不會去壓壞掉啊 或者是摔刀壞掉啊 這台 非常的安全 這個是讓我覺得最驚豔的地方 也是我最喜歡的設計 那再來是 這台棒稱的敏感度 老實說 這台棒稱的敏感度 跟我目前正在服役當中的棒稱 敏感度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服役的是哪一台棒稱呢 我在影片就不要提到了 各位如果去翻我以前的影片 應該就不能找到了啦 那再來呢 這台棒稱它也有提供手沖功能 還有意識功能 那麼他們跟其他棒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選單切換 還有操作介面 我覺得做得非常的淺顯易懂 因為平常其實我不太去用那一些功能 那原因是 有的可能是選單設計的 比較看不懂 然後或者是功能上的使用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順手 所以我其實不太常使用 那麼我體驗的這一台 他們的手沖功能 我覺得使用起來非常的順手 所以我認為 對於新手來講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麼 現在我先插入一段手沖影片 讓各位看一下 我是台灣主角的 好好看 一同一行 那些人 不能看 呢 只會是 那些人 那麼 又爽 那些人 可以 那些人 我知道 這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各位看完之后啊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认为 啊不就一般的棒秤吗 不是都一样吗 对其实我当时在米克斯库办公室里面 看的时候啊 其实我的感受也没有那么的强烈 那当我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用耶 真心不骗 那么至于意识功能呢 我平常是没有在使用 所以我请朋友帮我体验一体验 走那我现在请我的朋友 来帮我体验一下 这台棒秤的E4功能好不好 Yo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E4A跟E4B的功能 那么E4A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放上杯子之后 会自动扣杯重 然后有咖啡液留下的时候 再开始计时 那么E4B的部分呢 就是放上杯子之后 扣杯重 然后并且开始计时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老板 因为你平常如果一这样子解释的话 你是习惯用E4A和E4B的吗 这样子我应该会比较习惯 用E4B这个功能 就是扣杯重 然后直接开始计时 没关系 好 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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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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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吧 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這樣子體驗下來 你覺得這台胖身第四功能好用嗎 其實我現在雖然只用了一次 但我可以感受到它明顯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它自動扣背這種功能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加上它有兩種模式可以選擇 那再來就是它的靈敏度其實很好 你放上 因為很多胖身它是按扣中之後 它要隔一陣子它才會真的扣中 那這一個胖身它的扣中 它的靈敏度設定也非常好 就是你放上去不到一秒鐘之間 它就直接扣中 所以其實用下來我覺得很方便啦 好啦各位 相信影片可以看到這裡的人 應該也不多了啦 那麼好東西子跟好朋友分享 這一台胖身的名字叫做Cutton 那其實這台胖身目前正在折折幾次招募當中 還沒有正式的對外販售 那麼如果各位朋友看完我今天的分享 有興趣想要了解進一步的話 所有的資訊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想要訂購的可以直接上折折訂購 現在買真的非常的划算 那這裡是木槌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趕快買唷